77年生萧蛇,在进入兔年之后,虽然木火成菊,火望泄木有力,而木望生火有事算是好运式的体现,但是不足之处在于鬼水润菊无力,局面过躁。 这就会让77年生萧蛇在工作,事业方面容易过于心急,而城市概率不高,所以很容易感觉自己全力以赴,却到头一场空。 在财运方面,很容易因为注意力过度集中,投资一个项目之后来回,反复去看,不停纠结,导致本应该赚钱的项目,在一律重重中提前出手,而本应该出手赚钱的项目,多一心态就会让自己再等等。 因此,是本该收获满满,最终也是两手空空,而在身体方面,由于鬼水润菊乏力,菊势过灶,同样也会导致火气炎上的结果。 所以,在2-3月,77年,生肖蛇都会很容易出现高血压,颈椎不适,肩颈紧张,坐骨疲惫,眼睛一疲劳,口渴喝水难解的问题。 直到4月才有所缓和,而进入5月之后,伴随着丁四伙入局,火势更旺,这些问题的影响,可能还会加剧。 所以,在这里,老师建议各位77年生肖鼠蛇的读者朋友,在进入5月之后,尽量不要急着去做一件事,因为很难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,还会徒增失落感。 也尽量不要大额投资或者购物,因为火旺水虚,也就是火水未济运势的特征。 所以,不但很难有所收益,还会导致自己后悔。 在感情上,也尽量压制住自己的急躁与暴脾气。 因为,在火旺水虚的运势前提下,很容易导致耐心,包容心不足,做事不顺利加上心急, 又会让自己的言语与对别人的要求会变得刻薄,而且很容易激化,导致身边人对自己敢怒不敢言,心情压抑。 而自己在发泄过以后,还是难以消气,徒增不合,争执,损害自己的感情和睦与人脉关系。 因此,尽量还是不要让自己太忙,增加自己情绪控制力为佳。 以上生效十二的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限。 好事不出门,坏事传千里,鼠蛇人,职场上要注意些什么? 鼠蛇的人在年轻的时候过得十分坎坷,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够遇到小人祖道。 所以,鼠蛇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受过很多的磨难,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,一直过得相当的坎坷。 但是只要熬过四十岁过后,他们就慢慢地拾来运转,之前的不顺都会慢慢地变得顺利。 尤其是到了六十岁开始,他们基本上就可以安享晚年,再也不用为生活中的琐事而感到劳累。 并且他们的儿女也能够大有出息,所以他们年纪越大,财富就越多。 孔子说,这世上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难以相处的。 亲近了,他们就会无礼,疏远了,他们就会怨恨你。 对生肖蛇来说,就算真的如孔子所说,但看小人对于鼠像蛇可真是不陌生, 可以说鼠像蛇身边围绕许多小人是言之凿凿的,毫无半点夸张。 生肖蛇与小人相处是最难把握分寸的。 如果你一不小心得罪了他们,就等于给自己身边安慰一个炸弹,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砸到你。 因此,生肖蛇只能磨练得越来越懂得人情世故, 生肖蛇慢慢地也都知道在处事的过程中应该少得罪人, 毕竟多个朋友比多个仇人好。 朋友多了路就宽了,而仇人多了就无异于封住了自己的路。 小人是人格卑鄙的人,也就是那些品德不良,心术不正的人。 所以,古人曾中告世人,尽君子而缘小人。 对于生肖蛇来说,这一生当中,小人是无事不在,无处不存。 上到高高在上的大人物,小至云云平庸的老百姓, 从腰缠万贯的富翁,到囊中羞涩的穷悍。 生肖蛇皆知小人之存在,也难辨别正人君子与卑鄙小人。 有些人对生肖蛇表面光明正大,却暗地阴险狡诈, 只要你稍一疏忽,就会陷入小人的圈套。 生肖蛇千万不要轻忽小人的能量, 它可以使帝王们轮位阶下囚, 也可以使功高者变位断投尸, 更可以使上得者成为逆道人。 多少人人志士经历无数大风大浪, 结果却败倒在小人的阴沟里, 所以,生肖蛇千万不能小看小人。 与小人一起办事若处理不当,常常要吃亏。 属相蛇的人刚进公司的时候, 总是抱着一种低防的心态去和同事们相处, 也很会察言观色, 凡事都会留个心眼, 怕被人捉弄或者欺负, 也不会随便地相信人。 所以,属相蛇的人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会很小心, 说话也会注意分寸, 不会随便地把想说的话脱颖而出, 会经过深思熟虑后才敢说出来。 如果有人想要套他话, 或者占他便宜, 生肖蛇会立刻就察觉到, 不会让对方得逞, 生肖蛇他们也坚信能够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, 才职场上闯出属于自己的地位。 在下半年, 生肖蛇财神送财, 鲜鱼翻身, 事业大展宏图, 财运绵绵永不断。 属相蛇的人一直都是很幸运的人, 这时候, 将有贵人出手帮他一把, 获得了赚钱的机会, 运勇得当, 将获得一大笔钱, 事业混得风生水起, 财运一路飙升, 从此不愁吃喝。 属蛇的朋友们, 好日子开始了, 经济繁荣, 事业进步, 2023年对他们来说是充满机遇的一年, 属蛇的朋友们在今年, 虽然会有一些压力, 但更多的压力带来的回报, 事业中会有意想不到的快乐, 好运挡是挡不住的, 财运到来赚很多钱。 积累的财富, 数百万的财产, 投资或创业小企业是一个很好的赚钱方式, 2023下半年会财运横通。 属蛇之人对于生活向来有自己的想法, 他们也会认真的去执行自己的想法, 可能很多人会说属蛇之人很固执, 但如果固执地坚持了对的事情, 结局就会很美好的。 上半年的日子并不是特别好过的, 不过属蛇之人的富贵却可以慢慢到来了, 尤其是那些十分努力的生肖属蛇之人, 你们的前途越来越好, 倒是真正赚钱的日子, 很可能一下子就到来了, 成就美好又快意的未来。 不过老师, 在这里还是要提醒生肖属蛇的朋友,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,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老师在这里分享一篇文章, 希望生肖蛇的朋友, 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, 也许能给你一些智慧的领悟, 或心灵的沉淀,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 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古人有言, 三十年河东, 三十年河西, 有钱莫七少年穷。 为什么只要三十年的时间, 一切都会发生改变呢? 因为运势会转来转去, 而不会永远眷顾某些人, 或者某些家庭。 你当下的运气一般, 而某个亲戚的运气特别好。 过了十年, 他的运气来到你的身上, 你的霉运转到他的身上。 如此, 实现了天道下的平衡。 所谓福息或之所福, 或息福之所以, 就是这个道理。 好的背后, 藏着祸患的一面, 坏的背后, 藏着转机的一面。 要享受住所拥有的财运和福气, 人们就该有趋吉避凶的智慧。 你不往好的方向靠拢, 那祸患将降临到你的身上。 原来, 这几个不及之兆, 会直接夺走家庭的财运和未来, 生肖蛇要注意了。 一, 一代人不留余地, 后代人就惨了。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, 到底是适度成功好呢? 还是过度成功好呢? 毫无疑问, 绝对是适度成功好。 过度了, 就走极端了。 谈到成功, 其实我们都忽视了一个真相, 所有的成就都是以掠夺他人的气运为基本的。 适度成就, 就是适度掠夺。 过度成就, 就是过度掠夺。 其实很好理解。 三国时期的司马家族, 掠夺了曹魏的气运, 才顺利建立了晋朝。 但是, 司马父子做事太绝了, 也就掠夺了子孙的运势, 导致了低能敬惠帝的出现。 平民家庭也是如此。 丈夫为了做成某件事, 而不留余地, 首先会掠夺妻子的气运, 其次会掠夺子女的气运。 如此掠夺下去, 迟早要绝后。 所谓但存方存地, 留余子孙庚。 一代人做事, 千万不要做绝。 不然, 自己的后代, 就真的凄凉了。 人, 就应该争长久, 而不该拼命争一时。 二, 家庭的风气和环境不好, 会毁了未来。 从古至今,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, 孟母三千。 一开始, 孟母和母亲就住在坟地旁边。 由于年少不懂事, 孟母就经常跟神神叨叨的神棍们混在一起, 学习那些死人送葬的风俗。 看到不对劲, 孟母就把家迁到了闹市当中。 孟母接触到了闹市的是非, 以及屠珠宰羊的技巧。 对此, 孟母也觉得不太好。 第三次搬家, 孟母搬到了学宫旁边。 逐渐读书的孟母, 表现出不凡的才华和风采, 让人惊叹。 多年后, 孟科被尊称为孟子, 成为儒家的亚圣。 试想, 如果孟母不搬走, 依旧留在坟地或者闹市当中, 那孟科真的可以有后来的成就吗? 那绝对是不会有的。 家庭的风气和环境不好, 第一时间影响家庭的前途和气韵。 随着家庭气韵的衰落, 那子孙后代的前途又能好到哪里去呢? 三, 总喜欢跟狐朋狗友往来, 会毁了未来。 有句话说得特别好, 你跟什么人往来, 那你就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。 你跟君子往来, 那你很有可能成为才德兼备的君子。 你跟小人往来, 那你很有可能成为无恶不作, 偷奸耍滑的小人。 要知道, 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, 每个人都是一条白布, 这条白布能够沾染上什么样的颜色, 关键要看接触什么人, 做了什么事。 很多人都缺乏带眼识人的能力, 总认为和群, 跟别人群来群往, 就特别有面子。 事实上, 群来群往, 没有主见的人都活得不太好。 你有一定的钱财, 但你身边没有一个好人。